和我们沟通能力相关的是水性 它就像我们的左脑 掌管着我们的逻辑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 有水晶河相的人 如果没有授课 那这个人的才智和艺术气并存 你和他聊天如沐春风 也是很甜蜜的恋爱对象 水火河相的人 学习能力强 表达快速 小嘴巴就像机关强 有想法也不会隐藏 但有时比较的毒舌 讲话容易刺伤别人 水木河相的人 喜欢大声说话引起他人注意 也喜欢讲好话都很开心 但若河相授课 可能讲话就容易划不实 如果他是你的老板 建议你帮他记重点 否则容易遗漏 最后水土河相的人 表达对他们来说 或许就是一件有困难的事 因为他们很害怕说错话 并且如果授课严重 沟通起来就会难上加难 但这类人不会满嘴跑火车 是一言之初四马难追的真人品质